嗨,这里是ROCBOSS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也就是飞虎队 Flying Tigers的故事 飞虎队成军80周年 而中华民国与美国的航空合作 可以追溯到民国尚未成立的年代 比如中国史上第一位飞机设计师 驾驶自制飞机 冯儒一号 在旧金山完成首飞的冯儒 护法战争时代组织飞机队 回国参战的杨先义 同样也是出身夏威夷的华侨 时间来到1932年 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 为了因应日本侵华 于杭州剪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 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训练体系 带入中央航空学校 由他们训练出来的375名飞行员 包括声称极落11架的王牌飞行员 刘翠刚在内 都是抗战初期 中华民国空军抵御日本侵略的主力 除仰赖美国人协助训练飞行员外 国民政府还大量采购美国飞机 甚至还获得美国飞机商授权 在中国本土生产美国飞机 1937年爆发卢沟桥事变 仅3个月中华民国空军训练的飞行员 还有中央飞机制造厂在华组装的美制战机 几乎已经消耗殆尽 然而此刻德国与意大利已经与日本越走越近 美国英国及法国则尚未参战 没有一方愿意继续向中华民国提供飞机 好在苏联未避免遭到德国日本两面夹击 决定对国民政府伸出援手 以确保日军被困在中国战场中 苏联提供的I-15与I-16战斗机 一路跟随中华民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 再从武汉撤退到重庆 保卫着首都领空的安全 不过一切的平衡都随着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零式战斗机 在1940年9月投入战场而被打破 在9月13日的B-3空战中 零式战斗机在毫无损失的情况下 击落了13架中华民国空军的I-15与I-16战斗机 并击伤另外11架飞机 中华民国空军在这场空战中失去10名飞行员 更不利于中华民国空军的一点 是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 与日本签署了日书中立条约 希望透过与日本和解的方式 将兵力与资源集中到因应纳粹德国威胁之上 苏联承认日本扶持的满洲国 日本则承认苏联扶持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同时为了准备对抗纳粹德国的入侵 苏联将派来中国的志愿飞行员撤回去 并逐渐停止向中华民国空军提供战斗机 但此时随着日军占领法蜀中南半岛后 美日关系日益恶劣 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 快速形成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共识 为了不破坏美国的中立性 罗斯福总统莫许中央飞机制造厂派人到陆军海军 以及陆战队航空队招募人才 成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的骨干 美籍志愿大队成立于1941年8月1日 夏侠外号亚当与夏娃的第一中队 熊猫的第二中队 还有地狱天使的第三中队 志愿队成立之初为了防止日军空袭 一切的训练工作都在缅甸铜骨进行 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 第三中队才飞往仰光宁格拉顿机场 协助英军保卫滇缅公路的安全 第一与第二中队的36角HUK-81A2 及P-40B战斗机则飞回昆明 捍卫中华民国大后方的领空 只是当飞虎们驾驶着他们的飞机降落到昆明乌加坝机场时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被日军轰炸机 空袭过的断圆残壁 原来在12月18日那一天 以越南河内为基地的日本陆军独立飞行第82中队 以10架99式双发轻爆击机对昆明发起了无差别轰炸 飞虎们前往昆明市区视察日军轰炸后的情况 看到的竟是一片惨绝人寰的景象 满街倒塌的房屋与建筑物 还有随处可见的尸体 都让这些来自美国的大男孩们 首次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性 但同时也激起了他们为中国朋友报复的斗志 指挥官陈纳德凭借着过往在中国观察日军轰炸的经验 知道日军在轰炸完昆明没有遭受到反抗之后 一定会再对昆明发起攻击 事实上盟军暗中将10架独立飞行第82中队的 99式双发轻爆击机 将在20号空袭昆明的情报传递给了重庆 所以敌机一起飞 他们的消息就迅速被陈纳德的警报网所掌握了 尽管当时第21航空队也派了独立飞行第84中队的97式战斗机水行 不过在燃料不足的情况下 这10架战斗机还是飞到了老街上空就宣告折返 后来这批来自舍石部队轰炸机如同18号的空袭行动一样 孤军深入中国领空 但是他们即将面临来自美籍志愿大队驱逐机的挑战 在了解日本轰炸机逼近的消息后 陈纳德命令第一中队驾驶16架Hawk 81A2 起飞到宜良上空巡逻 目的是斩断日机的退路 然后命令第二中队的八架战斧是驱逐机起飞 四架在乌加坝机场上空巡逻 另外四架则保护昆明市西北方的安全 很快的第二中队的四架飞机 就与日军10架99式双轻爆击机进行了首度遭遇 第二中队的飞行员们立即对这群不速之客展开袭击 日机编队发现自己遭遇了飞虎队的拦截后 随即抛弃的炸弹加速逃逸 很快的就甩掉了第二中队的飞机 但如同陈纳德所预料的那般 第一中队的16架战斧式驱逐机成功的在宜良上空 捕捉到了独立飞行82中队 于是另一场激烈的空中交战又再度开始 一开始每一位飞虎队的飞行员 都开始单打独斗的对日本轰炸机进行了疯狂扫射 除了第一中队的16架飞机外 当天休假的第二中队一架飞虎队飞机也加入了空战 使了昆明上空异常热闹 根据参加当日空战的994双轻炮机机飞行员 林木刚一中尉的回忆 整场空战历时约30分钟 他身后与左边的机枪手 纷纷遭到飞虎队射出的子弹击中而身亡 他心有余悸的指出 若不是当时自己的飞机装备的制风型油箱 恐怕那天就会有更多人无法活着回到基地降落 林木在接受访问时还指出 当天攻击自己的飞机 虽然机翼上都有中国空军的青天白日灰 不过飞虎队是以极为接近自己的距离攻击 所以他很明显地看出 驾驶舱里面的飞行员为美国人 在这一天的空战中 志愿队的飞行员目睹了三架日军轰炸机被击落 随后又从国军的情报单位口中得知 第四架994双情报机机 在返回嘉林机场前坠毁 其余的飞机大多都是满目疮痍的降落在跑道上 国军方面的这项记录获得了日本资料的证实 当日第21航空队一共损失三架飞机 这些99双清的残骸也分别由国军 与云南罗平线 平夷线与广西西陵线巡获 而另外还有一架99轻攻在返回河内的途中 与空中发生爆炸 也因此证实一共有四架日籍与14名机组员 在这场空战中损失 这个数目已经构成第21航空队25%的兵力损失 所以自此之后对昆明的空袭行动都遭到了日军的取消 让这座城市饱受炸弹阴影下的老百姓 终于可以恢复原来正常作息 当天志愿队只有一台Hawk 81A2 因为燃料用尽而迫降于稻田中 人员的伤亡则是零 昆明的居民目睹到了志愿队 击退了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画面后 士气高昂到了最高点 这一天在乌家坝机场的志愿队成员不仅目睹了成群结队的中国人 到了机场门口放鞭炮向自己致敬的画面 并且也从他们手中得到了大量的礼物与慰绕品 国民政府则派了全国防空总监黄振球将军于下午亲自登门表扬他们 尽管如此 陈纳德对于当日的表现依旧感到遗憾 因为飞行员在空中没有按照他们要求采取双击编队进行战斗 而无法完全歼灭敌人 但是他们仍勉励这两位中队长下次好好表现 务必把日本飞机杀个片甲不留 由于昆明的老百姓没有见过鲨鱼的缘故 所以当他们看到吸着血盆大口鲨鱼牙的飞虎队飞机时 所联想到的第一个动物就是老虎 因此飞虎队的外号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立场一向亲近国民政府的时代杂志与生活杂志 也大幅报道这则来自于中国的消息 首度在报道里面使用了飞虎队 Flying Tigers这个称号 自此开始志愿队的飞行员们也因为这个外号 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为当时同盟国低迷的作战士气打了一记强心针 嗨 喜欢我们的频道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可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未来做出更多关于国军 国民政府中华民国的主题的话 欢迎以捐赠和小额付款的方式在下面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